鹰扭特人为了吃肉能有多残忍 他们吃鲸鱼杀北极熊 为了一只鲸鱼 可以连命都不要 他们穿着白色隐身衣 身背猎枪 外加黄金打造的金色鱼叉 足足30厘米 可以直击鲸鱼的命门 这位叫奴骨金维的补金大爷 拿着黄金鱼叉 可没少给家里提供优质的鲸鱼肉 你就看看这颜色 不知道你流口水没 可美味的背后 终究是一场血腥的补杀 一只硕大的鲸鱼 被残忍的鹰扭特人盯上 那他可就遭老罪了 鹰扭特人一路狂飙追击鲸鱼 然后抛出黄金鱼叉 一招致敌 紧接着再次补刀 两叉下去 鲸鱼已经被鹰扭特人制服 毕竟身上有千年补金经验的加持 现代的鹰扭特人补金很是轻而易举 鹰扭特人补金上岸之前 会将鲸鱼在寒冷的冰水里涮烫 这样更便于鹰扭特人切割鲸鱼肉 抗岸的鲸鱼 现代的鹰扭特人 会直接切割掉鲸鱼尾巴的两侧 因为这里的肉含有重金属 它们一般选择直接丢弃 然后再由近百人集体牵拉 将鲸鱼整体完全地拉至岸上等待切割 第一刀就是要在鲸鱼胸腔的侧边 开一个半米乘半米的方形空洞 这是为了检验鲸鱼的健康程度和肉质情况 然而鹰扭特人补金吃鲸鲸的传统更是奇葩 它们对于鲸鱼的感情也十分特殊 鲸鱼不仅是它们的食物 它们同时也对鲸鱼抱有感激之情 在鹰扭特的民族中 流传着一个关于鲸鱼的传说 上帝为了惩罚人类的罪恶而降下滔天洪水 而鹰扭特人没能躲进诺亚方舟 只好架着皮乏在水上漂流 在它们将要集体饿死的时候 一投公投金前来献身 自愿成为它们的食物 让它们吃掉自己 于是鹰扭特人才得以活下来 然而鲸鱼肉的鲜美让它们无法忘记 于是它们开始捕杀鲸来吃 鲸鱼这也算自己因活上身了 其实鹰扭特人捕经吃鲸还是很厚道的 它们只会分割掉一头鲸鱼三分之二的肉 其余的鲸肉则会留在冰面上 让北极熊和其他北极圈陆地动物享用 其实捕到鲸鱼的日子 就是鹰扭特人最重要的节日 对于现代的鹰扭特人来说更为重要 它们会欢聚在这里生吃鲸肉 喝烈酒 等到一切仪式都完成 每一户鹰扭特人都会用雪橇拉着一大块鲸鱼肉回到家里 而被北极熊啃食玩的鲸鱼骨架 则会被拿来充当建筑材料 现在只有小部分骨头 会被拿来做成手工工艺品 而像这种油脂很丰厚的鲸鱼肉 可以直接切割成厚厚的薄片拿来使用 都是鹰扭特人老少爱吃的美味 而鲸鱼的内脏也会被发酵制作成金酱 味道堪比鹰扭特人爱吃的烟海鹊 这就是现代鹰扭特人的生活 残忍且血腥 一只身上有太多神秘的民族